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蓄水量就有增加非常的多 它整个落差有27公尺 对 那现在所看到的那个也是自来水管使用 就是那个水蓝色的 对 自来水管 是这样子 哇 那这个看起来工程浩大耶 当初在建盖的时候应该很辛苦吧 对啊 因为工程的机具 还有一些材料的运搬都是相当的辛苦 所以它在施工的时候是很不方便的 那也可能造成一些工作人员 因不小心而殉难的 哦 真的 血泪死 对 哇 都好年轻哦 都大概是二十几岁的青年耶 对 当然有一些人牺牲奉献 我们才有现在的一个成就 我们的属力发电的成就 嗯 可能是这样子 哦 原来是这样 这里是大竹湖水域 哦 也就是我们五届隧道的出水口 外界的名称是因为这个通气孔 对 因为冒水出来 所以都称为日月永泉 哦 原来是这样 那真正的出水口是在五十公尺远的地方 哦 所以是表面上看不到的吗 对 表面上看不到 过去那边之后水会变得比较清澈吗 对 它因为佐水系的水 它顾名思义它是比较浑测 那经过大竹湖水域的一个沉淀之后 它会到日月潭那边 那等我们 就会变清澈了 对 我们在取水发电的时候 其实那个水是非常的清澈 是这样子 哇 好壮观哦 对 就是我们大观一场的发电机组 你看有五支钢管 对 五部机组的发电 它的落差有三百二十公尺 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运转到现在 对 当然中间有遭受一些美金的轰炸 但是由我们电力公司 台湾电力公司自行修复 哇 这个是相当的巨头 相当浩大的工程耶 对 哇 那五部机组现在都还在运作吗 对 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开始 然后到一直运作到现在 它的基组的年龄已经有九十年了 哇 畏时有久 然后因为我们保养合移 所以持续可以运作运转 对 那每一部机组它可以提供 二点二万千瓦的一个发电量 那二点二万千瓦的发电量 可以供应几颗电灯泡啊 那二点二万它是可以供应一百瓦灯泡 同时点亮二十二万颗 哇 好厉害 在光复初期 对 跟聚工电厂的日月坛第二发电所 加起来 是可以供应台湾百分之六十的发电量 对 这边是我们为民众提供的一些 日月坛发电系统开始的时候施工的照片 那包括仪器照片等等之类的一些 这可以展示 对 那这张是我们日月坛第一发电所 也就是大观一场 当时在兴建的一个场子 对 这五支钢管的一个物质的一个地方 这是我们电厂 刚刚我们有去看过那个电厂的一个位置 那这张是水色坝 投色坝 一个建筑的过程 是中间是用土泥土新墙来隔水 然后旁边再用黏土把它滚压 做成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坝体 那这一张呢就是那个隧道里面 对 淋水隧道里面 它的直径像现在检查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车进去 是这样子 黄经理 是 为什么这里要建这个水库 那这个水库的作用当然就是 我们抽搐发电厂的五部机组 对 它发电后的围水 所以流进这个水库聚集起来 确保日月潭的一些水澡啊等等之类的 抑制那些优氧化 原来是这样 那也可以保持日月潭的高水位 原来是有这么大的道理在 嗯 嗯 经理 电厂在哪里啊 电厂在隧道里面啊 电厂为什么会在隧道里 一般不是都像一厂这样盖在外面吗 对 这是我们的一厂它是盖在外面 嗯 那因为二厂它是抽搐发电厂 对 那它因为需要把它的围水 留在我们的下池 明明下池 嗯 因此它需要把电厂放在隧道里面 然后一出来围水就可以到水库里面了 是这样的关系 嗯 上次到乌来的桂山电厂 品尝过冰棒以后 我到现在还意犹未尽呢 没想到这里也有冰品布 碰到这么好的机会 当然不能放过啦 把电厂放在这里也会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